朱棣登基后也面临着和他前任一样的问题 薛藩 甚至因为他自己就是造反成功的藩王 所以对这个问题更加敏感 想要解决此时的欲望也更加迫切 朱棣的首要目标自然是曾经压自己一头的晋王 他的三哥晋王朱刚是个颇有手段的人 曾协助朱元璋布局诛杀兰玉 也曾暗中打压过自己 哪怕朱刚早逝 他留下的晋王一脉仍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 不过建文帝的教学还在眼前 哪怕再着急 朱棣也知道自己不能急 为了彻底抹去晋王一脉的影响力 朱棣这场布局花了整整21年 第二代晋王朱棣熙 生于洪武八年4月19日 晋王朱刚嫡长子 太祖朱元璋次孙 生母为晋王妃谢氏 由于太祖嫡长孙朱雄英早邀 朱棣熙就是事实意义上的太祖长孙 另外由于晋王妃早逝 朱棣熙是被朱元璋和马皇后亲自抚养长大的 晋王在洪武26年蓝玉案中奉旨清除山西境内的蓝党 留在京师的朱棣熙 则充当皇祖父和父王之间的联络人 在其中出力甚多 洪武31年3月晋王婚事 朱元璋在悲伤之余 意识到了燕王的威胁 如今 燕王朱棣是他仅存最年长的儿子了 朱元璋在做出一系列削弱燕王的安排后 还给刚刚继承晋王的大孙子带去一道口谕 勉励他把后唐庄宗李存旭作为榜样 这里很有意思 李存旭的老爹李克用在唐朝被封为晋王 李克用死后李存旭私封晋王 随即处死了意图作乱的四叔李克宁 朱元璋的心思不能更直白了 这样的朱棣熙 如何能不被四叔朱棣熙做眼中钉肉中刺 然而晋王家族毕竟在山西一地数大根深 晋公王能力归望都不在朱棣之下 要想除掉朱棣熙 那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容易事 对于永乐皇帝来说 要想动摇晋番 也得分几步 我们来看一看他的手段 红武35年8月12日 晋王朱棣熙从太原赶到南京 短短半年时间 四叔从北平千里南下 一下子就从燕王变成了皇帝 朱棣熙在吃惊之余 还有深深的忧虑 因为一路上他听到消息 四叔跟前的红人曹国公李锦龙 一直在打自己的小报告 李锦龙是二代曹国公 他的父亲李文忠 则是朱元璋的亲外甥 他在朱棣濒临城下之时 开城投降 一下子跃居靖难功臣之首 朱棣熙很清楚 曹国公之所以要为难自己 只有一个原因 他是自己弟弟朱棣晃的岳父 李锦龙的算盘可谓正宗朱棣下怀 像晋王家族这样的皇亲贵胄 从外部是断然打不死的 最好的办法是挑起他们内部的争斗 8月15日 朱棣晃单独进京朝进朱棣 朱棣二人一番秘义之后 朱棣封侄侄子为平阳王 同时让他和二哥高平 王朱棣也一起迁居平阳府 几天后 朱棣熙的四弟朱棣炫来朝 朱棣也给他安排了一个新的封地 陆周 朱棣熙以弟弟年少为由 表示不忍心跟他分别 朱棣微微一笑 心说大侄子你还是嫩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你们自己内部没矛盾 我的阴谋怎么可能得逞 朱棣大笔一挥 写了一封冠冕堂皇的信邸晋王 一定要让庆城王去禄州 如此分封下来 晋王朱棣熙手中的地盘 就被逐步蚕食了 为什么朱棣熙的弟弟们都配合朱棣呢 首先 朱棣熙是嫡子 其余朱王都是树子 并非同母所出 二来朱棣熙作风傲慢 对弟弟们确实不够友善 晋公王朱刚一共有七个儿子 其中老二朱棣熙 老三朱棣晃 老四朱棣熙 和老六朱棣狼 都和大哥朱棣熙不对付 这位晋王殿下 确实应该好好反思一下 永乐元年十月 朝廷收到密报 晋王府私底下和西藩游往来 朱棣赐了一封赤书 给王府长史龙行 里面有为人臣者 无外交这样严厉的警告 四年九月 朱棣找了个借口将龙行罢处 另外将这个位置换成了自己人 朱棣为什么要先撤换晋王府长史 因为晋难之时 燕王府长史 葛成暗中投靠朝廷 险些坏了朱老四的造反大计 他心有余计之余 也进一步认识到 长史官的重要性 长史换了人 接下来就要想办法分化 渗透 掌握晋王直属的太人三护卫 而朱棣熙也不是省油的灯 龙行被罢处之后 他立刻上书朝廷 自请上交三护卫 这一招以退为进 搞得朱棣很尴尬 只能信信地回一句 这是父皇交给你的护卫 怎么可以推辞呢 当然说归说做归做 除了高平王 平阳王带走的四千人马 朱棣又在永乐二年 将太人三护卫 精锐骑兵调去大同 而发生在永乐三年的 所谓太人左护卫总旗孟全谋法案 更是让朱棣增加了 尽快收编这支护卫军的紧迫感 永乐六年八月 朱棣打算在次年寻寿北京 这是大事 所以要颁照中外 向每一个地方宣读皇帝出巡的消息 但是朱棣熙对此前四叔的步步紧逼 心中怀恨 表示这道诏书是下给山西三思的 去不正思宣读即可 不用来王府 朱棣对于晋王拒绝诏书的行为大为光火 直接派人将王府祭善押送金师 朱棣熙恐惧之余 打算亲自去京师向四叔解释 又被永乐皇帝一口回绝 当年年底 朱棣再次赐书晋王 对他私自赐给外邦方王礼物的行为 大家深斥 随手扣上一顶大帽子 以国王行天子之事 次年 朱棣又以北伐为借口 抽调大量晋王府护卫随军出征 而在班师之后 朱棣顺势将截至太元三护卫的权力 交给了江英侯吴高 永乐十年 朱棣命庆城王朱棣 炫千居焚州 顺手又划走了太元又护卫中所冠军 晋王在被舆论手段连续敲打之后 人气跌到了谷底 同时太元三护卫 也已经被分化瓦解的七零八落 最后总攻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永乐十二年正月 晋王府护卫等人发动第一波攻势 实名举报朱棣熙心怀愤恨 徒为不轨 朱棣表示 晋王是我亲侄子 你们不要胡说八道 二月 晋王的弟弟们联合上奏 表示自己大哥护恶扶圈 兼谋日甚 朱棣很满意 你看连自家兄弟都出来大义灭亲 我也不能坐视不理 三月 永乐皇帝亲率大军第二次北伐 途中赵晋王和晋世子到姬明山建架 三月二十三日 晋王父子抵达军中 随即被朱棣下旨软禁于宣府 准备班师之后再做处置 八月初一日 朱棣班师回京 一个月后 晋封平阳王朱季晃为晋王 朱老四北伐大盛 又瓦解了晋番 一时有些得意忘形 忘记了可怜的大侄子 此时还待在宣府 而他的晋王封号也并未被废除 直到十一月十一日 容孟方醒的永乐皇帝 才正式下旨 费晋王朱季熙和晋世子朱美归 押送回太原 看守晋公王墳园 朱棣花了十二年时间 终于把第二代亲王之中 威望最高 实力最强的晋王朱季熙 给整下了台 而隔壁的第二代 秦王朱尚炳两年前已经去世 现任秦王是个十一岁的小娃娃 伦续在自己之上的秦晋二番 终于不再成为威胁 之后几年 朱棣又陆续找借口抽掉晋王护卫 进一步削弱晋王手中的兵力 而新任晋王朱季晃 则在府中倒行逆施 当初唯一战队朱棣熙的老五朱棣焕 被整得死去活来 朱棣熙父子被忧蔽于空室之中 每天仅有历史冲击 此外朱棣晃还曾堵死嫡母谢氏 不仅晋王府内外 甚至宫中都开始不满他的为人 眼见的朱棣晃越来越肆无忌惮 为了防止这位晋王伟大不掉 朱棣决定抛弃这枚棋子 永乐21年8月 朱棣第四次北伐之时途经沙城 再次将朱棣熙父子召来见价 被长久幽静的朱棣熙父子 终于重见天日 这一次朱棣熙虽然没有复觉 但棋子朱美归被封为平阳王 随同其父一起迁居平阳府 朱棣这是警告朱棣晃 你给我优着点 信不信我 随时可以把你撤掉 朱老四挑动晋王兄弟自相残杀 自己却坐收鱼翁之力 手段不可谓不高明 毕竟晋王和晋世子的年龄 比皇太子朱高赤和皇太孙朱瞻基都要大 不能不防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